日有新闻说,北航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起飞重量仅4.2克的太阳能微型无人机 从报道看,该机只需要自然光的能量,即可持续飞行,着实令人惊叹 目前这一成果已在《自然》期刊发表 据介绍,这种无人机悬翼直径约20厘米,靠底部两片太阳能电池板 以及重量仅1.13克的升压组件提供电能 驱动机身内外两圈鳍片状的静电电动机运转 并通过内圈的转子带动一副八叶悬翼产生拉力 成功使这架重量如一张A4纸的无人机升空 显然这种奇特的静电电动机不仅效率很高,还能提供足够的扭矩 那么它是如何工作的呢? 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照猫画虎复制一架进行研究 首先将三根很细的塑料棒绕成直径11厘米的环形 每个环都用带轴孔的框架支撑,再插入一根转轴 以此作为静电电机的转子支架 然后在架子上粘接一圈有外框的长条形铝箔 这就是电动机的转子 接着给转轴上下两端各套一个直径约12厘米的塑料环形支架 外圈同样固定若干个有外框支撑的长条形铝箔 这些金属鳍片作为静电电动机的钉子 与所在的圆环直径呈37度夹角 现在称量这个电动机 如果重量能控制在1.5克以内 并且转动时内外圈鳍片保持极小的间隙 但不接触就算合格 然后用很细的轻木条粘接出电机支架 并将其固定在钉子的框架上 再用极轻薄的电路板 制作出一个能将三四伏电压 升高至八九千伏的升压组件 该组线的重量需控制在一颗出头 最后将两片薄膜状太阳能电池板 粘在支架另一端 通过调整距离 使整个电机的重心落在中轴上 再次称量整体重量应在3.3克左右 在自然光照射下 两片太阳能电池板可产生三到四伏电压 通过升压组件将电压提高到八至九千伏 组件引出的正负极导线 以间隔方式连接定子铝箔 这样在正极鳍片上 由于边缘处的正电荷密度 急剧增大时场墙升高 于是将空气电离出现电晕 其中的正离子被电厂推向转子漆片 并剥夺其自由电子 使转子漆片也带上了正电荷 如此一来 该漆片就会被相邻的电子前吸后推 而向前运动 并且表面的电荷也在向前聚集 造成前缘场墙增大 同样在空气里形成电晕 于是这个漆片又通过电离的空气 和负极的金属片 不断吸收电子使电性中和 但此时转子并不会失去动力 因为后面的漆片正在半路上被前拉后推 所以整个转子可持续受到静电产生的扭矩 既然电机能正常工作 那就给转轴套上的蒋骨 上面安装8个骨架蒙皮叶片 这副旋翼重量约0.8克 能产生稍大于起飞重量的拉力 使直升机离地 但这是个单讲直升机 反扭力矩会导致机身反转 因此还要给定子上安装线位架 并把直升机放进一个观赏框里 再从线位架两侧导管 各穿过一根鱼线作为导轨 使直升机只能升高降低 而不能乱飞 因此也避免了机身撞到围观者 造成的触电事故 虽然这款直升机确实好玩 但手残档要制作成功难于登天 因此可找个瓶子给底面打个洞 让木板上的铁签穿进瓶子顶住瓶盖 同时瓶身间隔贴几张锡箔纸 无需怀疑 这就是个电机转子 然后用摩擦起电的塑料棒作为定子 只要做出一边摩擦一边靠近的协调动作 塑料棒就会通过电运放电使吸箔纸充电 从而带动瓶子旋转 当吸箔纸转动到对面的蜡烛处 电荷又会被蜡烛火焰电离的空气所中和 然后开始下一次充放电循环 正如各位所见 这个静电电动机虽然简陋 但却采用了十分独特的智能生物起电模式 所以它比太阳能直升机更加先进